2888這個星光晶的一個部分 昨天他的量已經擴大到一個 昨天的量是41萬多張 那往這個形成一個叫帶量的一個 突破他整個一個平台 這都是一個很正向的一個表現狀況 那尤其像星光基金 我想到今天目前為止 這個量又已經來到13萬多張 那當然我們在每一次針對 這個量形成爆量 這個當下我們都還是要特別提點 我們所有觀眾朋友就說 你看到一個不管是說 他是底部爆量頭部爆量 你要去密切觀察 就是說隔一天 隔一天這個量是不是 會形成一個叫急速的一個萎縮 隔一天就縮到一個 當天前一天的一個量的七成之下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就會形成一個叫電線感量 那電線感量通常就是說 那一天量爆很大之後 就是其他的一個之前的時間 跟之後的時間 一路都沒有量 那這個算是一個很突兀的一個量 那如果說隔一天 他的量都還能夠維持在 當天的他的一個量的至少七成上 那代表就是說 以後續這些個股 他都還會形成一個叫做滾量的上風 持續性再做一個滾量 因為畢竟 昨天那一根帶量長紅 已經 吸引動很多投資人的一個注意 那投資人注意 有些有些人只是看看而已 那往延續到今天 這個大部分的這個 認同這個資金 都已經做到上進駐 那進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畢竟昨天一漲漲那麼多 一定是到今天又漲的話 包括像一些當沖隔日沖的 一個一起籌碼就會出來 那等於說那些人就要做獲利 那以獲利會有一個賣壓 那賣壓問題又有新的這個買盤 我會形成一個接手 那代表就是說 這個昨天那一根大量 我想延續到今天 算是 就是昨天那個最高點 我們那個數字 我們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昨天的最高點是這個10.9 那如果說今天收盤之前 這個10.9元 能夠持續性做的收上 那代表就是說 昨天那一根大量的 這個壓力的一個高點 已經做到全面性站上 那站上的一個結果 代表了一個含意 就是說 全面性昨天那根大量 已經在今天 去做到一趟叫做換手成功 已經換手成功 那換手成功的一個結果 我想後續 各位你就密切去觀察 住他的一個量 量能不要去形成一個叫 極縮的一個結果 我想後續 去實際性做一個滾量的一個上攻 那各位你就可以 很容易去看到 隨著他量能不斷 不斷的一個擴大 去做這樣實際性 往上做一個攻擊 這個部分 一樣請各位就密切觀察好 量不要去形成極縮 那當然的話 後續他往上的一個漲勢 就能夠去形成一個延續 電動車 以前我們只能看特斯拉 一個人的舞台 一個人的武林在那邊表演 現在不是 趁現在馬斯克他在賣股票 股價開始大跌 將近六成 當然昨天已經開始在 稍稍在漲了 今天有在漲一點 但是也不 將近大底快兩成左右 可是新的這個Ridian出來了 這個今年掛牌的Lucid 就是這個所謂的 特斯拉的前員工出來 再另外做的Lucid 哇 最近大家都拼命狂飆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舉這個Rivian 你看Rivian剛出來 他哪來的營收 他營收還在掛蛋 但是他的股價已經飆了 這樣掛牌之後 已經大漲了 將近七成 這個就跟國內 現在你這個元宇宙有什麼不同 對不對 你是不是迷幻 這是不是一個 我們不要講的那個 難道你在你頭頂上掛了 我是這個電動車 你股價就可以這樣飆嗎 這說實在 財報絕對是你最後的保護債 那當然美股 它是沒有上下 沒有漲跌不限制的 如果在台灣 這不可能的事情 掛牌這幾天 那你這樣子是沒有天涼了 所以我們只能說 你掛牌之後你大漲了七成 我們不是說他製造不錯 我沒有這樣講 但是你製造過程當中 你我覺得這個 冷靜冷靜冷靜 所以今天 當然他後來這個經濟檔收盤 大概有跌 大概14%上下了 就是說 你不能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說 你在市場上有了這個想像空間 你財報公佈了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搞 那你現在 現在美國他也有EV3 就是這三大電動車 所以我們只能說 對我們台灣來講 你的電動車供應鏈 未來帶來是一個好消息 你電動車開的越多 大陸的電動車開的越多 我們主要台廠做的供應鏈為主 那我相信 這個接下來大家本來擔心 這個周恩姐姐本來一直蠻擔心 哇 今年電動車元年到了這個年初 這個氣勢很好 年尾 這個氣勢牛頭出來 我們這個虎 到底是一個虎尾還是一個虎頭 我覺得這個要靠銜接 我現在這個觀念 我個人覺得這個想法越來越好了 這一趟美其馬的拉尾 大概歷經 大概快接近兩個禮拜的修正 那修正他一樣 回測到這個上彎的這個月均線 我想這是 這一趟他修正拉尾 越線是連碰都沒有碰到 這代表就是說 以這一趟美其馬的修正算是一個 超強勢的一個回測 那這個回測的話 各位你無論如何還是要把握住 他都要回測的一個買點 那尤其像這個美其馬 我想在這一趟 他的一個回測買點是剛剛好 落在這個164塊錢 164塊錢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也產生他這個波段的回測買點 以他在前一個高點 前波的高點是182塊錢 那我想以到金 今天已經做到月高 已經創高了 那創高的話就代表就是說 後續針對美其馬這檔個股 依然下一趟 因為畢竟他今天也做創高 後續他在做一個修正拉尾 依然你都還可以去做 在上留意 下一趟的這個買點 美其馬是如此 我想像4739 這個像康普的一個部分 這個全部都是 我們同樣一組的 我想表現狀況 都是相像類似 那 那另外針對 第三代半導體 一樣是車用的 這些相關IC的車用IC 這像3707的 像漢磊 漢磊這樣個股依然 這個狀況相像類似 因為畢竟像漢磊 我想在前一個波段 前一個波段 像他一樣做一個創高 來到這173塊 半在11月3號 當然的話也歷經大概 一個多禮拜的修正拉尾 他這一趟拉尾是剛剛好 回測到 下彎的這個月均線 月線做守住 那當然的話你都可以去做買進 那買進去的一個後續 我想以這個波段漢磊 攻上去 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前天漢磊最高點來到多少 來到173塊錢 比如說他差一檔 才會去做這趟過高 那如果說各位後續 這兩三天 就是我們的通常觀察 就是說買進去之後 我們是觀察三天之內 三天之內他沒有去做表態 持續性做過高 那當然的話 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就各位你就看得很清楚 麥當勞M頭就形成 M頭就形成 所以說我想這個部分 一樣要請各位 根據不同個股 雖然題材性都一樣 那當然的話 你要根據技術面 他的一個美檔個股不同的形態 像剛剛我們列舉的時候 像 美西馬的部分他已經做創高 那創高這個又是一個新的 他股價要做個創新高 你後續拉回 依然都還可以來做買進 那當然的話 股價已經形成M頭形成 已經頭部在形態 在開始做一個 足頭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個股一樣 每次拉高到壓力區 壓力區你就 以像漢磊來講 就173塊 這個壓力區 你就要去特別留意 要做到高賣的一個策略 因為畢竟 這個波段的一個攻擊 量是比前一個波段還要小 那你要去克服這個前波 這個壓力區 當然的話 無論如何要去做到帶量 那像漢磊的這個部分 這兩天量 沒有辦法去帶出來 這個攻擊量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通常很容易 休息之後 下一趟再做一個表態 我想這個部分 先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像2388的一個微盛 在上個禮拜 禮拜四 他的量 報到多少 報到23萬6千多張 等於說 這是歷史的一個最大量 那這個歷史的最大量 等於是說 微盛高檔要是爆大量 那爆大量 我想無論如何 你要去形成 你要去消化掉 這個波段的一個大量 等於說這個階段點 一樣他會 會形成比較高檔爆量之後的一個修正 那這一趟修正一樣 後續各位密切去觀察 包括像十日均線 目前十日均線是落在這個 88塊1 那尤其這些 像不管微盛 不管這個宏達電 他這個均線的一個角度 都是非常非常陡 那非常非常陡 我想這算是一個超強勢 表現的一些個股 那當然 他拉回 拉回依然 各位你都可以不妨 去做到一趟 留意 再做買進 今天畢竟他上彎的 不管十日均線 月均線 這個上彎的均線 通常都還會有一個叫往上 助長的一個力量 再把它往上做推上去 那剛就說 我們在昨天有幫各位 就是針對微盛這樣個股 其實 每一趟的一個買點 其實我們就透過這張線路 我們在以往 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教各位 針對這個KD指標的用法 那KD指標 我想我們在以往 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一般各位你在這個坊間 在這個書局 買到的 這種技術分析的一些教科書 都是很清楚 告訴各位 KD只要形成黃金交叉 就是碼 那只要過 就是說過了80 K過了80 你就無論如何做賣 那其實我問老師 我們在大概兩三個月之前 透過這個KD 我們有在這個節目當中 給各位做教學 其實就是說 針對 不管黃金交叉 不管過80 破80還是說死亡交叉 我們全面性是採一個 壓力跟支撐的一個觀念 那包括我想在這個波段 其實像微盛這檔個股 蠻具有這個 影響性關鍵性的四個點 那這個四個點 包括就是說 在他很底部很底部 在10月14號那個時間點 剛剛好 他產生一個 低檔的一個 KD的一個黃金交叉 那10月14號 KD黃金交叉 其實我們提供給各位 這個操作觀念 因為畢竟 你是剛剛好 那一次黃金交叉是對的 那問題如果說KD黃金交叉 他產生在空頭盤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賣點 反而是一個賣點 所以說我想 就以這一趟 在10月14號 他KD黃金交叉 當天的一個K棒的最高點 是這個39.55元 那畢竟我想在39.55元 再隔一天 隔一天 全部直接站上去 那代表就是說 我們在 之前教各位的用法是 針對黃金交叉 你就把當天那個K棒的最高點 你畫一條橫線 那這條橫線是代表一個壓力線 壓力線如果說再隔一天 壓力是做突破 突破壓力 反而叫做買 反而是買點 他重點是在講 哪六樣的新的產業呢 包括這個聯發科 他擅長是WiFi 6號 就大家想像空間是WiFi 7 你可以看看最近底下 為什麼這些亞信九陽 拼命在標 就是這個緣故 那在這元宇宙 你帶來VR的那個 相關的這個連結設備啊 他裡面一大堆需要的軟體 包括他要寬屏 他無線連結 他還要什麼 他還要一些儲存在雲端的雲計算 還有行動的晶片 繪圖的晶片要跟得上你 要模擬另外一個虛擬的身份 那在這裡面 我們已經之前跟大家報告元宇宙 所以我們就不會跟我講清楚 說他需要的 包括追蹤你的眼球對焦 讓你看得清楚 讓你能夠生理其境 這六種題材 是人家大摩 大摩你也都知道 大摩其實一向對我們台灣幹導體 其實不是那麼的友善的 最近你看他轉掉定調了 我們台股裡面有一大堆的 什麼 一大堆的這個元宇宙概念股 所以我們只能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到時候回答跟這個超微 他們要跟著這個台電 很可能他會進軍 進軍哪裡 這個高雄 也很可能會進軍哪裡 進軍台南 所以有可能 台南跟高雄 有沒有可能是未來 全世界元宇宙第一個 或第二個排名數一數二的 元宇宙城 這個機率不是沒有 特別是像是高雄 雖然目前為止高雄它是7奈米 可是台南呢 台南到時候可以3奈米 從7奈米到3奈米都是先進製程 他可以做元宇宙各式各樣的 這上游半導體的 不論你是晶片或CPU的供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元宇宙城 有可能就在我們的台南 有可能就在我們的高雄 所以在這裡面 他們有沒有可能廠商 國際定端直接跟著台積電 進駐到高雄 進駐到台南 到時候你在另外一個掌握空間 那到時候元宇宙城 你能想像到了嗎 他的資產股會不會飆 他的資產股會不會飆 他相關附近的草土界的 又出來給你炒業 所以我只能說跟著元宇宙 現在我們只是想像 這只是電子股什麼各方面 各位觀眾也有可能會有資產股 所以搶攻元宇宙的過程當中 聯發科發哥 他有這個自信 有這個能力 他很可能就是又有財報 又有能力 又可以把建築元宇宙 未來 後來可是居上 以前他們當然那個蔡明傑菜統 很不喜歡聽到人家講他快老二 但是就是說 他通常都是準備好 然後有可能是在最後收割 最好的一個收割者 所以你看他最近的股價 從這個4月底的時候 他本來是 4000元 賬上1000元 1185元 那結果就是他最高級 就是他的壓力 現在聯發科 現在昨天當然他收盤 稍微再收斂一點 1010 但是有沒有可能持續有新的一個題材 尤其他金星科也說 他也叫元宇宙 金星科也是這個聯發科 他底下的這個個股 有了這個威盛宏達電的經驗 現在聯發科 他底下也有一堆子弟兵 也跟著聯發科發科在上漲 我們的金融股 很多人擔心 這一方 這個戰國多雄 百花齊放 已經在這個台股 因為不缺資金缺題材 前段時間大家擔心台股是不是行不行 現在證明已經OK 現在打了個底 從16162一路往上攻 加標幅都已經超過 這個1500點上下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距離18000點 300點而已 不到300點 所以有沒有可能接下來一路往上攻 不知道 可能在中間 你還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吧 一路往上攻 對大家絕對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如果週限 我們今天明天收週限 週限如果能夠連7週紅K 我說相信 這個各方面的訊息 一方面有題材 另外一方面 你在美股四大指數 一定持續還在往上 往上的墊高 又有元宇宙 又有電動車 今年有2021年 2021年有電動車題材 是電動車元年 你怎麼知道 搞不好明年2022年 就是元宇宙的元年 旅程也在賞 第九四十三 第四十四十六 第二十六 而 由 你